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00元的深圳普工直接到直谷的700万人民币的工 这个就是今次YouTube上所说的 她的开始就是她读完初中 基本上是爸爸已经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 很多湖南的女孩读完初中就是出去找工作 例如她去了做理发洗头 但是做了几个月都不太适合 后来她要求爸爸妈妈可不可以给她的机会 再读高中 当时爸爸是不太赞成的 但是妈妈就不赞成 所以很勉勉强强的话 才读完她的高中的过程 但是你知道在湖南的山区地方 其实就算读完高中 你的学历都是很一般的 很勉勉强强的 其实那个女孩是想继续读上大学 但是由于家里的环境 以及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 就是她哥哥发生了一个车祸 需要钱去看医生 所以那个女孩完全没有机会再读大学了 所以她就变了一般湖南的村民 就会去大城市里面找工作 但是她又去了深圳里面做工厂 当时的工厂的话 大多数都是28天的 做12小时 公司都是两三千元 最多加上巴胺变了四千元左右 这样就做了九个月左右 在这九个月里面 天天都是如是 她就觉得不太开心 她想有些转变 怎样转变的话 就是我可不可以继续读书呢 她就继续找 她想尝试一下 但在深圳里面 最重要的是IT 当时读一个IT课程 就要成九个月 只是第一期的学费都要七八支 她说七八支 就算她做了大半年的工厂 就算她做了大半年的工厂 都存不到七八支 所以她决定继续做那份工厂 原来存钱去读IT 她存了九八千元 就开始读她的IT 都是一般的程式 program apps 就算在第二期第三期的学费 她也是用送料卡 借款环息 环面Pay 继续读完成她九个月的IT过程 晚上就去做商品里面 做一些兼职 拿回生活费 她很辛苦地完成九个月的过程 不断去找一些普普通通的程式员 技术支援 找到她人生第一份IT工 当时也有四千元工资 四千元工资来说 五日工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不断去继续做她的IT工 但是也没有放弃去继续中修 她继续中修她的大学过程 你想想 一个普普通的女生 由浪文 坚持读到由初中 由初中 坚持读到高中 由高中 继续读IT文贫 拿完IT文贫 做了IT 不断去找到大学了 她从来没有放弃过继续中修 因为她知道了继续中修 才可以改变她的命运 和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直到她很辛苦地完成她的大学过程 而她的大学过程 也就像以前那样 如果不够钱 就是用数据卡 借钱 然后还MIMPay 继续去她的夜晚 做兼职 完成她的大学过程 完成大学过程 再找高新的公司 然后再还银行的钱 这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直到她完成大学之后 找到一个程式工 又找到好些工资 她又想 嗯 我已经读完了大学过程 她还想 她还想 怎样呢 她突然想出国 想出去美国 她人都想 都没有想 可不可以在席局里面 找到工作呢 可不可以 读得比 国内所谓的专科里面 的大学里面 更上一层 读碩士呢 在部署里面 又找到一份 可以去那边 读书 读完书 再做事 但是 那个学费 至少要十万元 是这样 她又是要 用心做事了 做了一段期间 就这样 就开始 准备去美国里面 读书 工作了 她的计划里面 都是首先 去 做事 存钱 然后 如果不够的话 再用信用卡 借款 去完成 读书的过程 然后再赚工 借钱 所以 她一步一步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步一步的计划 一步一步完成她的目标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你试想想一个农民 她怎样可以 由 没有 家人支持她 去完成她的高中 完成她的大学 再去美国里面 再完成她的碩士 完成她的碩士里面 再去找工 如果她找不到工 她没办法再还钱 因为她借了钱 所以她要还钱 因为她只是 存了一部分的钱 她就去美国了 其他钱 就是借银行的信用卡 去投资 所以她读完书 一定要在三个月里 要找一份工 她很努力地找工 终于在楼里面 找到一份IT工 她的工资 就比国内的工资 就高很多了 起码都成七至八万的人民币 每个月 你还想 想 原来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怎样可以由 什么都没有 变什么都有呢 正如之前我所说的 就是命运不求人 虽然她的命 是一个农民 是个格局里面 是重男轻女 是没有机会 读高中或大学 但是 凭着她自己的信念 和学习 和不良的嗜好 虽然她的命里面 是农民 这个级数可能只有2至3 所有东西都要靠自己 你想由2至3的级数 的命 去到6至7的命 就要靠自己了 怎样靠我呢 之前也有说过 那个十大因素了 是怎样可以 有好的习惯 定立你的目标 原来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及结构朋友 去帮助你 去提升你的运格 这个女孩 都是这样去一步一步一步地 改变自己的命运 靠自己 命运 命运不求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这个女孩 由3千元的人民币工资 去到纽约 去到纽约 找到IT的工作 去到700万人民币 这是切切实实的实例 是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由普通的农民 变成为 美国的直谷的程式员 扩着自己的喜本生活 但是这十年里面 他都是正在 拍胎 读书 从来都没有停过 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命运 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所以如果你要改变命运 你是被一般人辛苦 为什么? 因为你的起点是只有3或4 你想改变你的命运 由3级到第7级 你就变成被人很辛苦地改变 所以你日头要工作 晚上又要工作 因为你要晚上工作 存多些钱 去对时没有工作 做一会儿去继续重修 而重修期间 你又要工作 所以十年期间 十年没有一见 这个女孩 就根本未停过 来提升自己的级数 改变自己的命运 很多谢大家 收看我今次的YouTube频道 如果大家觉得是OK的 选不及待 再继续 得到 好 好